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宾市销售成长也有145%紧追在后 但是大家观察到了连月增率都能够破百 这预车跟荷泰车真的相当的不容易 而事实上的荷泰车甚至销售量一个月就突破万台 在这些卖出的车款当中 轻休旅车我们观察到大行其道 Honda CR-V4的Acosport以及现代的RX35 还有纳志杰U6 Turbo 哪一台性能跟您最适合呢 请到四位专家跟大家一同来探讨 首先欢迎的是汽车网站总经理陈鹏旭 大家好 资深车手Stan 大家好 汽车达人宝哥 主持人大家好 财经专家黄世聪 大家好 最近车市的好消息频传呢 这个旗下也铺现了销售长红的现象 但是大家呢观察到了玉龙集团的总事长颜凯泰 过去一向很注重形象 但是最近却留起了胡子 大家有一说他现在要为车市年销量继续往上冲来打拼 波时和来宾握手寒暄展现好人脉 玉龙董事长颜凯泰出席自家基金会活动 被眼尖的人发现向来注重仪表的他竟然留起小胡子走起颓废风 而且和九月现身公开场合的模样相比白头发也明显多了 外界解读 颜凯泰是以此明智为了旗下品牌纳智杰毛起来拼了 三个车就拼得不得了 我想你们也晓得不讲明智了 那自然买就会吸引这个买气会起来一些 那希望能够回到40吧 今年是不可能了 我希望明年能够回到40吧 那这截新车才上市 接单量就冲破1000张 加上对手何泰中华车新款精锐进出 联手冲出豪买气 让颜凯泰信心大增 他预估今年整体销量 上看37到38万台 明年重回40万台应该有机会 不过话锋一转 谈到今年经济表现 颜凯泰横挺政府 认为外界应多鼓励让官员有做事空间 大家都想把事情做好 可是要给一点时间把事情做得更好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如果偷偷在立法院 那我想想如果我每天就坐在这边开股东会 第一个礼拜开三天 你们怎么弄 年底车市学棍棍 明年景气能否回稳再推一把 颜凯泰乐观以对 TVB新闻综号报道 11月份新车领牌数是3.47万辆 观众朋友你知道吗 这个数字是8年来的新高 为什么车市大爆发呢 尤其是在这个时间点 大家觉得年关将近了 12月份又要车展 但是大家销售买气不减的情况之下 各家车厂都充现了非常好的业绩 对 我们看到颜凯泰先生改变造型 宣示决心 为什么 因为他看到了车市回温的这个春宴来临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知道今年年初的时候 去年总体的销售量 新车销售量是36万多辆 但是今年一开始 其实大家并没有那么看好 就连这个一般的市场预估单位都说 今年可能会叫去年略为衰退 结果没想到 今年的车市是开低走高 一路往上走高 尤其是第四季 尤其是第11月份 11月份整体的新车销售量 高达3.47万辆 叫去年成长20% 为什么新车销售量会成长这么多 主要因为厂商在做一些密集的促销 甚至现在还可以看到说 买新车还可以送你机票 送你到日本去玩 送你到香港去玩 甚至很多新车都推出来 像我们看到说销售量 成长幅度最大的育农日产 当时期下来New Central推出之后 原本他预估一个月可能销售1000万辆 结果没想要充到1700多辆 这个水准 所以使得他整个销售量 从月增年增都是大幅的成长 就和泰也是一样推出新车的效果 使得整个11月份的车市往上冲 累计1月到11月份 现在车市已经 总体销售量已经来到34万辆 所以只要12月份 维持这个水温继续下去的话 今年全年有机会到达37万辆 已经比去年略为成长 但明年来看的话 包括说从外资 或是说严凯泰先生自己的预估 对 他说40万辆 对 现在40万辆都有机会 所以为什么严凯泰先生在这时候 亲自读军 因为他看到车市回温的这个状况 已经出现了 除了车市回温之外 我觉得这几年有一个新的趋势 也慢慢的形成 就是清休旅车的风气慢慢形成 我们知道一个好男人 除了你要爱家 爱老婆之外 最好你要爱大自然 你要带全家一起出去玩 所以这几年 这全世界休旅车就大行其道 我们看到说目前休旅车 全世界一年大概销售量 在1300万辆 占全体的车市已经到了18%左右 休旅车中间这几年又兴起了一个 叫做轻休旅车 轻休旅车是什么 因为我们这几年的人口结构 跟以前不太一样 以前可能一家四口 现在一家三口 而且现在这个轻休旅车 强到说是跨界 而且较便宜 因为以前的这个可能都百万以上 现在这个入门车款又变得比较便宜 这个价格往上当 有利于现在的小家庭 买这个车子刚刚更适合 所以我们看到说包括这个Honda的CRV 福特的ECO SPORTS 或是这个Honda的这个车子 Hyundai现代的车子 或是Luxgen的U6的车子 这些都来抢攻这个 轻休旅车的这个风潮 所以我们看到明年的车市是回问的 轻休旅车的这个状况 又开始销售量大增 如果你能掌握到这两个趋势的话 在这个车市竞争激烈之下 你应该可以有机会脱颖而出 其实过去观众朋友对于休旅车的概念 就是可以坐很多人 一家三代同堂可能都可以坐在车子里面 但是有了轻休旅的概念 就有一点介于休旅车跟轿车之间的规格 也因此现在呢 如果你的预算没有那么高 或者是说呢 使用量人口数没有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可能都会纷纷往这边来靠拢 因此我们来看到这两款呢 最近在市面上 讨论话题也相当多的车款 X5跟X6 观众朋友呢 过去看到X5都会觉得霸气十足 但是X6 我发现声音就有很多不一样的 比如说 网友觉得说呢 其实它似乎呢 就像是轿车 但是电高了许多 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车身的确比较高 然后呢 如果呢 在X5跟X6的比较之下 大家可以觉得它更大 但是性能上来说 好像大家对于前一款 还是比较喜爱的感觉 陈总 其实6 在对BMW来讲 6其实就是性能代表 所以其实一般来讲 就是说 一般轿车是357 如果6系列就是它的轿跑车 其实X5是BMW的第一款休旅车 这个历史其实也没有很久 大概1999年推出 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说 其实休旅车小型化是一个世界趋势 对 从BMW到1999年推出X5 这是他们的第一台休旅车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 X1 3 5还有6 对 那X5还是最大的 也就是说 从1999年 BMW推出这个X5 很受欢迎之后 接下来陆陆续续推出了 四款的休旅车 都是比X5来的小 那当然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X1跟X3 它其实就是比较小一点的 但是如果是X6来讲 它就很特别 有些人说 它其实到底是跑车还是休旅车 对 而且它也只能坐四个人 对不对 以休旅的概念 好像又没有那么休旅 其实它空间来讲不是那么大 一般我们觉得说休旅车 就一般的休旅车概念是说 全家要出游 然后载很多东西 那对性能来讲 就不是那么要求 但是X6这个车 其实它没有 几乎没有小排气量 它每台车都是很强悍的 也就是说它把这个休旅车 竟然也可以把它带进去性能的概念 那这个所谓小型化 性能化 或者是跨界 跨界的意思就是说 一般来讲就是 轿车就长了轿车的样子 休旅车就长休旅车的样子 但是跑出一台车子 我没有办法怎么定位它的时候 这叫跨界 但是这个目前的产品的选择 相对起来都是在 所谓的高价进口车 也就是说我们讲1A 2B 就双B跟Audi 这些车比较有机会 国产车来讲就比较是属于传统的休旅车的概念 就是有月圆能力什么等等 像我们讲到说Luxure U6 其实U6其实它就是这种概念 你如果看到它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其实它车子满大的 车厂其实还不错 就一般的休旅车的车厂 但它车身比较低 车身比较低 它又没有低到差不多像轿车那么低 所以有些人就觉得说 它有点像是国产化的这种X6的概念 包括比如说我们讲说 最后的车尾的线条 它其实是比较斜的 一般休旅车后面的线条是比较平的 对 它很流线 其实大家可以观察到 有人说它的屁股就长了一副 有点跑车的概念了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世界趋势 这是整个车市的 汽车业的发展的产品的趋势 我觉得以这样子来讲 其实这个趋势大概 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停止 消费者之后可能会再接触到 更多以前都没有看过的车子 其实说到了以前没有看过 我觉得最近福特也是来势汹汹啦 从KUGA之后大家都在看说 它的新车款有没有一些 比较新概念的东西 这次我们刚刚提到这个Ecosport 好像大家也对它有所琢磨 我觉得说未来在这个市场的锁定上面 也是年轻化然后小家庭为主 对 Ecosport这个车很特别 Ecosport这个车其实很小非常小 其实这个车我觉得它主力 以福特来讲这个车主要 它在中国大陆推 这个车我们在中国大陆去试 它有一个排气量 我们目前在台湾上市的是1.5升 112匹的这个排气量 我们在中国大陆有看到 它有一个产品是1.0升 就是一公升的 但是它的动力却是120几匹 也就是说它比这个1.5还要大 但是很可惜的是 在中国大陆它只有首排 在首排台湾几乎就没办法卖 所以它们没有引进 但是我觉得最后这个问题会解决 这个小排气量小车身的这个趋势 在全世界各地的车厂都可以看到 我曾经有遇过在中国大陆做通用 一个朋友 他说他们快要被ODI搞死了 因为他说ODI他们有搞Q7Q5Q3 那有可能又有Q1 那他们是美国车厂 他们一直以来就觉得说 休旅车就是要很大台的 然后中国大陆的市场上来讲 有一些年轻的年轻的富二代 他们对于休旅车的概念 不见得是要载爸爸妈妈出门 他觉得只要这个车子高 看起来霸气 然后有一定的轻越野的功能就可以了 车子大对他们讲反而觉得是负担 但是车子要看起来好看 所以这个车子来讲就是说 中国大陆的新的市场的需求 其实的确带动了整个 牵引整个汽车市场的移动 那另外就是说 当然就是比如说节能的考量 车子越大一定越耗油 所以我们刚刚讲 就是要跟主持人报告就是 这个车子来讲就不会是最后一台 接下来一定会有很多这种小型的休旅车出来 慢慢都有限量的 还有新改款同时出现的这种状况 大家也可以观察到 其实我们在座有四位来宾 比较资深的是宝哥 宝哥你过去观察休旅车跟现在的变化 你真的有觉得休旅车越来越火红吗 还是你自己本身 你的休旅车你买过几辆 实际上休旅 休旅它是一个市场上一个真正的一个趋势 因为刚刚谈到少子化 然后你像比如说我们讲 颜凯特他们的LACGIN的车子 从09年开始到现在13年 四年的业绩都一路在成长 因为在中间可能就是说一方面 LACGIN的车它是国货 国货预期的民众 我们消费者一个预期国货的一个心态 爱国爱家这样子 另外一个它是平民化的一个价钱 其实它那个车子69万到120几万 你想想看一部六十几万的一个休旅车 而且到一百二十几万 那一般的休旅车来说的话 大概起跳都要上百万 所以它的选择性就拉大了 但是LACGIN的车子能够在我们的市场 打成这样子一个火红的一个盖矿 而且它明年它要入主到中国大陆 上半年要入主到中国大陆 去投报 投产 所以说它这个车子它是说 明年它可以弄到四十万辆 这个是指日可待的 因为最重要的是 因为休旅车它现在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少子化的社会里面 大家变成就是说 休旅车跟一般的房车最不一样的地方 你叫车的话大概就四人坐五人坐 休旅车它可以从五人到八人 七人坐 那现在问题来了 你的儿童的话 如果说我们